這兩年多來的這個推動的這個經驗裡面 我們也普遍看到 這個在都根跟微老重建的 這個普遍所碰到的這些藍體 比如說包括過去 我們看到這個建商跟地主之間的信賴不足 還有譬如說地主的專業 沒有專業 還有可能前期費用比較高 可能要做結構安全鑑定 還有做一些前期的規劃 這個重建計畫的研拟 大概都是要六七十萬 七八十萬的費用 那如果是都根的話要兩三百萬 那這前期費用不一定出得起 出了以後 如果沒有成案 這個就變成地主的一個風險 所以在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說過去 可能有一些政治的這個口號也好 或是說一些宣傳 地主有一個錯誤的期待 就是說一瓶要換一瓶 對 那這個事實上有一些 尤其在雙北市的淡房區 這些房價 重建後房價比較高的地方 是比較可能做到的 但是有一些在蛋白區 重建後的價格可能還不到五十萬 三四十萬 那成本就一二十萬去的 所以所以要地主免出錢來重建 是有相當的困難 還有在推動的過程中 譬如說有一些一樓有電銷的 頂樓加蓋的 還有有一些財產 在要杜根 杜根裡面人牢 房子牢 人也牢 所以 還有產權爭議 對 就是碰到產權 有時候沒有碰他 還好 可能裡面住八九十歲 一談就是兄弟分場的問題 會跑出來 談不攏 變成又推不動 還有一些 譬如說公司夾雜的土地在裡面 那就很難處理 所以在租得的這個困難之下 我們公司大概還小有成就 就是說目前已經簽了七個案子 接受正式委託 大概還有七八個案子在垂手中 那另外大概有一百多個案子 是地主要表達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意願 但是剩下百分之四十 還是面臨種種的這個困難 這個需要去克服 那所以總之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 都根跟微老重建市場 我們深深的感受 他是在一個房地產市場的運作之下 所產生的這個結果 在市場機制的運作之下 就會有被市場牽著這個鼻子走 像我特別請教王跟雄 就像今年房地產感覺上比較熱的 而且交易比較蓬勃 這個一短動數大概超過三十萬 負 房地產比較 現在大家對房地產的熱度升高以後 這個對推動都根有沒有帶來比較明顯的幫助 會有幫助 大家會想說利用現在 其實現在推動都根是一個不錯的時機點 因為房地產有回溫大家比較有信心 第二個因為利息低 利息低的話 我覺得對推動微老 因為微老重建 尤其都根可能是五年 七年 十年以後才會重建完 那他需要長線的資金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來推動這個都根重建 其實是很好的時機